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台股今天可以说开盘受到相当大的惊吓 收盘的时候还好跌幅大幅度的收链 那找盘一度的是跌了190点 最低差到9762 那这个低点几乎就快要跌到上个礼拜的低点9740点 还好中场过后跌幅收链 那最后指数跌34点 收在9919 想要量1247亿 那为什么跌 还是因为没股 Dowjones跌了300多点 然后NASDA跌了快要接近200点 所以整个亚洲股市今天开盘的时候 大陆、香港、日本、韩国全面都跌破低点 所以相对来说台股算强 今天的低点还没有跌破上个礼拜的低点 算强 然后中场过后 因为大陆的部分 就主管机关出来喊话 说表示会加大 投资一些好的企业的库盘力道 所以大陆跟港股就翻红 那韩国股市也跟着翻上来 所以台股就从190点 拉到剩下跌三几点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拉得起来 其实是因为大陆在互盘 那为什么昨天美股会大跌呢 会让台股今天一跌就下跌190点 主要就是因为联总会 因为过去这一阵子 川普对于美股的下跌非常的不爽 因为川普之前都就是非常的自傲 就觉得他已经把中国的经济跟股市都打趴了 但是美股市不断的逆势创新高 所以他就很自傲 就说你看我们多强 经济又好 股市又强 我惩罚你中国 对我根本无伤 所以就越来越嚣张 就上个礼拜 美国股市就跌了一个800多点 那他就有点急 而且跌800多点之前是连跌了 大概4天到5天之后 杀了一根800点下去 他就开始破口大骂 就把股市下跌的过错就赖给联总会 就说都是因为联总会升息 所以说才会导致股市的阿回 但是人家联总会 不像我们的台湾的独立机关都不独立 都是被执政党被政党牵着走 但人家的独立机关是真的独立机关 你被你川普指责骂说连总会疯了 甩都不甩 昨天照样表明说 未来会持续的升息 所以这个奖法一出来 美元一强 美股又通了下去 所以再来 全球的股市 当然包含雅股在内 台股在内 都要同时面临两个挑战 一个是川普持续发动的贸易战 那这个贸易战呢 可能不会缓和 而且有可能 10%的关税到 1月1号之后 有可能跳升到25% 这部分是2000亿 2000亿美元 那另外还有2670亿的商品 有可能加进来再克关税 所以这是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 就是当初是量化宽松 创造出非常多的流动性 所以全球的金融资产 商品 股市 无一大涨 没有不大涨 但现在呢 联总会持续缩表 量化宽松的钱慢慢收回去之外 同时持续的升息 所以钱不断的收回去 利率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那全球的资金呢 就这个商品也卖 那个股市也卖 卖完之后呢 为了避险 通通跑到美元资产去 所以像台湾的电子股 就变成提款机 所以这是第二个挑战 所以当这两大利空 从同时夹击的情况之下 当然你说这个股市 即便是短线有所反弹 但是我认为那都是一个弱势的反弹 因为从技术面来看的话 这一次的加权指数的年限 已经确认弯头向下 那我也讲说 这一次从11064点弯头向下往下杀 杀到9740点 总共跌了1300多点 那看起来很多 我跟年限管理已经超过1000点 但是其实你回头看 就是说 在104年7月份 当年限弯头向下指数 从9500点跌到7200点 其实看起来非常的凶险 可是它其实也只花了 大概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不到的时间 指数就跌掉了2300点 那这一次同样是年限弯头向下 那这一次头部更大 上涨的套劳卖压是更多更多 所以一个技术面的很简单的观念 就是说头部越大 后来你打底时间就要越长 那如果说你是上去肩头反转下来 套的人少 那未来再涨回去的力道跟时间 就不用花得那么久 花得那么大 这是个很简单的一个量价的观念 所以当这次头部打得这么大的时候 你说这一个修正 你要很快的时间之内就要涨回去 攻克头部再创新高 我真的觉得大家就不用再想 除非 川普之前 每天在骂金小炮 突然间急转直下 两个人握手言和 那言归于好 结果呢 北韩危机解除 那同样的如果说 他跟习近平突然间哪一天握手言和 两边贸易战 完全解除 那当然我认为全球股市就大飙了 但至少现阶段看不到 看不到 那大家都认为这个对抗 是从政治的体制上 经贸的策略上 那军事的竞赛的各个层面 中美全面开战 所以你真的不晓得这个贸易战要搞多久 所以当我们看到就说这种年限已经下弯 我说年限下弯 是一个长期趋势改变 它不是那么容易发生 当年限出现了一个趋势方向的改变的时候 代表就说当时的时空背景 一定有非常重大的变化出现 那现阶段有贸易战 那欧洲还有什么英国要脱欧的问题 然后联总会要升息 然后人民币可能要扁拨期 美元持续的走强 那诸多因素 其实都告诉我们说 现阶段市场充满太多不利跟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呢 涨了这么久 头部这么大 年限往下弯 那跌到这边可以止跌 我认为真的一定是on middle 那你希望它做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弹 那我认为这现在是没有机会 那重点还是在于就是说电子股 弯头向下 弯头向下 加速下弯 那从477跌到382 总共跌了19.7% 那其实扣掉台积电早就跌超过两成 所以严格说起来电子股的部分 它早就已经落入空头 那我也讲很多次了 那贸易战对电子股是非常的伤的 因为很多电子股 毛三道四 像PC产业 它利润只有3% 4% 但这次贸易战先给你10%的关税 它就已经吃不消了 所以最近已经可能陆陆续续 可能PC产品准备要涨价10% 那我是认为因为我以一个消费者立场 我认为说你PC产品如果我真的有需要 你只是涨价10% 可能1万多变1万多 或者2万变2万2 我勉强还可以接受 所以这个转价的这个 给消费者的这个过程 可能还可以顺利转价 但一定会影响销售量 但如果1月1号真的给你跳到25%的关税的话 那这个就 我认为这个就很惨了 因为你说2万的变2万5 消费者不会买单了 那你不转价 你自己也无法吸收 那要码就不要做了 要码就要转价 要涨价 但转价又没有人要买 所以到时候这整个产业链 一定会受到非常大的打击 所以当贸易战没有办法落幕 电子股你要非常的小心 所以电子股我认为将是 如果说大盘 真的修认的幅度 要去比到前一次的话 那很有可能 还有一千多点要做修正 但是会不会来 我没有跟你保证 或是说要小心 但如果真的会来 风暴中心一定就是电子股 电子股 所以这边电子股我给大家的建议 还是非常简单 就是能闪则闪 能闭则闭 我也没有叫你去做放空 那至少你没有持股 你不会受到伤害 比如说就像我说的 我们之前很喜欢操作的 变动链股 那我最近一直跟你讲说 像国具这种 这个就不是时机 前几天最高还涨到多少 四百五十几块钱 四百五 就今天收盘收多少 三百九十四块 三百九十四 也就是说 如果说前两天你去追高 到现在你又套了六十块钱 而且我就说 如果逢反弹到月线附近 你就出一出就罢了 结果呢 连月线都找不到 这条绿色的线是月线 华星哥也是一样 反弹过程离月线 他非常非常的遥运 所以这种跌到 剩下三分之一的股票 都还没有办法直稳直跌 是最弱势的表现 所以你完全没有道理去买 融资套牢冤魂一堆 常常破底 每天开高走低 每天收黑的这种弱势股 这完全没有操作的道理 所以我只能说 逢反弹赶快出 现阶段都不是 抢劲的时间点 那相对照的 相对照的 唐有KY 今天呢 再度的几乎收最高 最高点538 收盘537 那这个价位538元 它是一个 蛮重要的一天 因为今天的这个538元 它是突破了过去的历史的天价 过去历史的天价 过去历史的天价是529 今天是过高创历史的新高 这是第一 它自己创了自己挂牌的新高 第二 昨天收盘 是跟金华光学 收同样价位 同时并列生技股王 同时并列台股的股后 但今天金华是跌的 524 康有是涨的 537 正式干掉金华 成为生技股的股王 台股的全新的股后 所以今天是 康有一个创新高的日子 同时呢 全台股目前除了大力光 3000多块之外 所有的股票超过500块的公司 只有三家 大力光之外 只剩两家超过500块的 一个就是康有一个叫金华光 所以我就说 过去清一色 什么股王股后 第三名第四名 500块以上的清一色 全部都是所谓的电子股 但乘几何时 怎么贸易战打个三四个月 四五个月下来 你发现电子股都趴在地上了 结果上海的竟然是生技股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趋势的概念 你要去了解趋势变了什么 你才顺势而为 你可以大赚钱 能力事而为 很抱歉 这种 就以国具华金客来说的话 越贪越贫越买越亏 每天买每天亏 每天买每天亏 但是 同时间 9月21号 9月21号的 国具 是这边 921 这边 514块 9月21号的康友是415块 所以 在那个时间点我就跟你讲说 电子股要出了 背文件 不要再玩了 我们当初带着大家出在1000块 打到700多 我们买了一次 600多 停损 算了 我们认赔 就后来一路杀到378块 我们就跟你讲 不要再玩 就后来资金转到康友 买415 结果天天赚钱 隔天到447.5 隔天到458 再涨到460 再涨到464 再涨到469 再涨到478 涨到485 再涨到492 涨到498.5 涨到505 涨到511 就在突破500块的第一次 我跟你说 如果不要追 我们先卖一趟 所以我们平均大概卖在500块 就隔天遇到股灾 大跌三几块钱 那这就是一个买点 再隔一天 股灾结束 那480 买回来 当天又赚钱 又赚钱 隔天又涨到500 又赚 511再赚 5118再赚 526元再赚 今天已经来到了538元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说从9月21号 买进康友之后 没有一天是不赚钱 每天都在赚钱 但是呢 如果同时间你是买国具 之后的每一天 每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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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在跌 到今天为止 差一点还要差一点破底 所以一个是从415 涨到538 而且我们分两次操作 是415到500 卖一趟 赚了85块 然后480 再买到538 又赚了58块 所以两趟下来 两趟下来 赚了143元 总共高达34.4个百分点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是买一张康友 跟着我来回做两趟 你可以赚14.3万 如果是买10张赚143万 那如果你是把1000万的报酬率 是34.4% 也就是说1000万 就赚了344万 你说股灾跌了1000多点 有哪一档高价股 可以涨超过100块 有哪一档高价股 谁的操作可以赚超过100块 我想全市场除了康友 大概没有跌的价 这个真的是最强势的股票 那今天创新高 创新天价 强势登上股后的宝座 三大法人在这段时间 强力买超了4400多张 这就符合我说的 电子股挂了 法人受重伤 受了重伤之后呢 更惨的是 不敢回头DCA想要报酬 完全不敢 因为贸易战卡在后面 你不晓得川普会搞什么 所以没有人敢在现在 去买太多的电子股 所以 通通跑来买升级股的康友 买了4400多张 所以当然持续往上走的过程 拉高了升级股的比价空间 当然后面越到年底 我认为升级股会越来越精彩 所以 当 康友变成了股后 会员也赚了 超过了140元 当 500块以上的公司 除了大力光之外 只剩两家升级股的时候 大家就要去了解说市场的趋势 已经出现了莫大的变化 贸易战 它是一个 延长赛 它是一个长期抗赛 电子股在这边完全讨不到便宜 再来有机会的 一定是在无关贸易战的 族群 而且有实质力多 而且会成长的 股票 未来会成为市场资金避险的一个去处 那升级股将会是新的主流 所以呢 除了康友之外 当然我们还会陆续布局其他的升级股 那为了庆祝 康友大赚 140几块钱 所以这两天呢 我们 都给大家两个好康 一个是年度 最低门槛价的好康 另外是 我要送给大家一档小康友 然后得到这两大好康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你只要在 赞老师的LINE ADD上 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就可以得到 这个双重好康 那怎么找到赞老师的LINE ADD 就是在LINE上面 搜寻小老鼠 Stormaster S-T-O-C-K-M-A-S-T-R 就可以找到赞老师的LINE ADD 加入之后 你只需要留言 留下您的联络电话 就可以得到 年度最低门槛 加全新标股 小康友的双重好康 那我相信 这双重好康 对大家 从现在起 到年底这一段时间的操作 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把握这个机会 的话再聊 加股票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我是邓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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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至周五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力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我想大家最近可以去留意 就是说 比如说工商 经济 一些雅虎的股市的新闻 那你去留意 就是说最近 电子股的利多 各股利多 大概可能除了iPhone X XR的销售 我预期会非常的不错 所以可能会带动一些 公司的出货跟引售的成长之外 其他的 很多的电子公司的利多 我认为会非常非常的少 因为这个贸易战的 这个问题 会让很多台湾 接单大陆那边的订单 在第四季 会出现非常大的伤害 所以旺季谱 但反过来 你去看生肌股的 个股的利多 最近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所以我就说每年年底 大概这段时间 什么临床实验的 收案的 申请的 或者已经完成的 或者是要申请药证 或者药证 申请到了 准备新药要上市的 或者一些医材的 拿到认证的 什么利多的 一堆通通都在这边 所以第四季生肌股 通常都有很多 尤其是这一次 贸易战的大环境 电子股挂了 大家会寻找一个服务 你知道吗 生肌股现在就是一个 市场资金的服务 所以当康有大涨之后 另外一档美食 礼拜三 创68.1元的新高 礼拜四 找盘创高 尾盘拉回 今天 再度拉尾盘收高 强力拉尾盘 非常强势 那我认为它是一档 走长度隔绝股票 因为它的借毒引的药 将在美国上市 那你要知道 美国的毒品泛滥 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借毒品的药 它市场很大 是高达11美金 所以当这个药上市之后 明年还有什么 还有血癌的药 台欧 台湾跟欧洲已经 拿到药证了 也将要上市 所以估计光是 这些药品上市 明年的美食EPS 就已经会上开五块钱 所以 它也是进入一个 艾薇群入主之后 经过了三四年的一个转型之后 陆续要进入一个发酵期 所以股价将进入一个长多的格局 所以今天大盘一度的是大跌 很多升级股也跟着跌 但是美食今天的收盘价是创下 收盘价的波段新高 这种也是真正的非常强势的股票 股价也是一个大长多的格局 所以第四季我认为这种股票 都非常有发挥的空间 另外国光 礼拜三强势整理 昨天差一点创高 今天稍微压回 也是一个强势的整理 明年呢 疫苗厂的产能将要扩散四倍 我就说嘛 电子股连第四季的景气都看不清楚 明年不要说四倍 扩产三成的人都有限 所以你说敢扩产四倍 电子股根本没有人比得上 那明年光是美国跟中国的疫苗市场 都有可能要成长 超过倍数以上的成长 那大陆疫苗市场更大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长多的股票 那升级股其实有很多标的 那真的一时之间讲不完 比如说太景的部分 这波也是破底之后 开始做一个强力的反弹 今天稍微拉回 但是我认为空间很大 因为它的抗生素的新耀 在大陆今年以来销售的年增率 是高达五倍以上 所以这也是一个实质的 业绩的转积股 所以未来三年将达销售的高峰 所以这种股票其实 极其非常低大 那一涨 我认为空间就很大 那再来 庆祝康友大赚 那也借着年底这段时间 给大家一个年底最低门槛价的大优惠 加上再送你一档小康友 那要得到这双重优惠非常简单 那在郑老师LINE ADD上 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就可以得到这双重好康 那LINE ADD就是搜寻小老鼠 STOCKMASTR 就可以加入郑老师LINE ADD上 留下联络电话 就可以得到年度最低门槛价 加小康友的双重好康 赶快行动 在现在到年底这段时间 由我郑老师 带你升级股赚大钱 祝大家超顺利 明天再见